白痴 很裡面 這個我很怕發生危險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 水想要買多一點 進得去出不來 而且搞不好連洞在哪邊都找不到 放心啦 你這麼油也沒有蚊子要頂你 好啦 走啦 累嗎 走這邊一點階梯 很喘啊 很累啊 它這也太美了 超漂亮的 這好恐怖喔 好噁心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盧哥 哈囉大家好 我是盧妹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身後 這個場景啊 這個風景啊 特別的不一樣 對 我們今天走這個 大自然的路線 然後我們要去找這個 高雄柴山上面的一個 秘境喔 叫做天羽洞 那等一下呢 事生事死 我不知道啊 對 我只覺得 這個探險應該是 充滿危險的啊 因為我本身沒有來過那個洞 本身沒在運動 然後 不是沒在運動 是沒有去過 然後呢 這一次算是我第一次 來這邊探險 然後也是順便拍攝動作 所以 如果呢你們看到這支影片 代表說我還活著啊 好不好 那就出發了 還在拍啊 看 這個樓梯 這個樓梯 看他就是 長暴 哇 你知道嗎 我已經是宅了 宅了很久 好幾個月那一種 對 今天真的是 健康路線 反正我妹也太胖了 順便帶她減肥 好不好 你看這個抖動的肥肉啊 哇操 這個 來這邊 健康一日有 這是必須的啊 我已經累了 哈哈 我看到你抖動的肥肉 欸會不會滴油 欸看 你把木山刀弄髒了啦 屁啦 那個油一直在滴啊 這個樓梯 不要看起來這樣子而已喔 這走起來很累的喔 哇我覺得我已經老了 哇這個 真的是走到天荒地老 對 然後沿路上呢 是蠻多這個 台灣蜜猴的喔 聽說他們是攻擊性很強 台灣蜜猴呢 以前是這個保育類動物啊 但是現在呢 不是了 對 那 剛才呢有那個伯伯啊 提醒我們說 不要帶那個 塑膠袋之類的東西 因為他們會搶 既然呢 台灣蜜猴已經不是保育類動物了 那麼是不是 他如果來搶我們的東西啊 我是不是可以 呃 類似說扁他一頓啊 還是什麼 好啦開玩笑的啊 不可以欺負小動物 我們現在呢 繼續要往這個 那叫什麼啊 蓮花洞喔 還是什麼 蓮 偏雨洞 繼續前進好不好 那 我們先走了 有點累啊 出發啦 你有什麼話想講啊 減肥大作戰是不是 這樣走真的可以減肥嗎 廢話 好啦 那我們繼續走啦 OK 那我們現在呢 位置在這邊啊 對 右邊這一條呢 就是木棧道 然後左邊這條呢 就是比較大自然的路線 所以呢 我們目前應該是會往左邊走吧 對 因為右邊啊 走這個木棧道 非常的遠 然後呢 如果我們從這邊的話 就可以直接切過來 對 我就是這麼 這麼 我就是這麼樣的 投機取巧 現在走這種大自然路線 我是怕踩到狗大便 怕踩到猴子的大便 對 我跟你講 猴子的大便也是非常臭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 沿著這個 石頭路這樣子攀岩 我應該不要穿帆布鞋 有點 有點厚 等一下 小溪喔 你恐怖啊 還要多久 我怎麼知道 欸 你不覺得 這個 這種山路啊 會讓你聯想到某一部電影嗎 什麼 世界末日 不是 靠妖怪大自然 跟我說世界末日 你要我告訴你嗎 要我解答嗎 好啊 你看這陽光灑下來 可是我跟你講 再過一兩個小時 太陽開始下山的時候 紅衣小女孩 紅衣小女孩在這座山喔 對啊 在這邊拍的啊 你不知道是不是 走啦 媽的浪費時間啊 你要注意旁邊的樹蟲 為什麼啊 你會看到 看到一點嗨的東西 北七喔 你知道從早上跑到晚上 哈 這地圖有繩子 哈 靠腰 欸 前面有繩子啊 你們看 這個應該就是傳說中的好漢坡吧 對 然後我們一路上走的路線都是這一種 這種 坑坑巴巴的啊 對 這一不小心呢 就疊成了 疊成我妹 你看我妹的臉 一臉就是 摔過 對 這個感覺就是摔的不輕啊 好啦快點啦白痴喔 拿去啦 而且我們剛剛有聽到怪聲音 聽到從 那個叫什麼 對從天空中傳出來 說錯話了對不起 有那個在樹上啊 的聲音 哎唷哎唷 就還蠻恐怖的 走到那邊吧 我現在手上唯一的加酒武器就只有這瓶逛泉水 然後還有我妹的腿 你看這個粗度啊 夠不夠 哪裡很粗 你手刷一點的話多走一點都會死喔 這個猴子看到都會怕啦 好啦 我們要開始爬這個坡了 繩子拉好 可是我擔心這個繩子承受不住你的重量 你可能不要從上山到現在都要開嘴嗎 好了 爬山就是要嘴泡啊不然要幹嘛 難得跟你出門再讓他嘴你一下 這比你可愛的眼妙紀錄啊 很累啊 好啦那我們現在呢遇到一個狀況啊 就是太多岔路了 那我本身呢對這邊不太熟 所以有一點小迷路 但是還好因為他這些路 都是經過人工的這個行走 所以走出這一條路 代表說這個應該是有人在走的 那我們現在來休息一下 而且我發現一個東西 你看那邊不要指 那邊有一個米一樣的 雷 沒有 它是什麼 我不知道 說說你的感想 我覺得好累喔 我剛剛覺得我快不行了 沒有真的很累啊 剛剛我們迷路 然後呢遇到一個大叔 他很熱心的問我們說 我們是在找天羽洞 然後我們就說 欸對啊 然後那個大叔 就帶我們上來 重點是 看那個大叔走有夠快 你知道嗎 很厲害啊 劍步如飛一直走 一直走 三步當作兩步在走 然後 我跟我妹兩個人 為了追上那個大叔啊 真的是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因為人家好心帶我們 我們又不好意思說 讓他等嘛對不對 好了 我覺得我老了 我真的老了 好啦那我們洞呢 就在旁邊了 等一下呢 就 由第一視角好不好 帶各位進去 探險 OK 好啦那我們現在要下去那個洞口 對 這個深啊 這個很深啊 這個穴非常的深啊 哇你看這個 小心喔 好險他這邊還有一根 這個棒狀的東西可以抓 對這應該是老樹的 小心一點 哇靠 欸這有幽臂恐 欸好漂亮喔 這有幽臂恐懼症的應該 幹等一下我現在 哇靠 這個也 太恐怖了吧 而且 這個很容易就撞到了 你知道嗎 哇 這也太美了吧 超漂亮的 你看這邊有一個 一個洞 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哇靠 欸這好恐怖喔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蛤 小心喔 你小心小心 嗯 然後這邊是我們來的地方 而且這邊 氣溫滿低的 你看那樣樣的 欸對耶 手不要摸 你看 怕得出來嗎 可不可以喔 這閃閃發光的 我好炒 你看有一些白癡啊 他們啊 在那邊殼著 智障的 是不是啊 這真的是他媽狗幹的 沒有水準啊 哇 哇 哇 我們到目的夜了 小心 先走 好 這邊呢就是 逆境啊 天雨的 對這邊呢會有很多一些 年輕人啊 然後來這邊拍照之類的 拍一種網美照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就是一個 天然的洞 然後 我們來的時間是偏向下午了 所以 沒有陽光 那如果說呢 平常你抓時間 正中午的時候 陽光剛好會在這個 上面 然後呢 那一束光就會打下來 打在這一邊 那個瞬間拍照 就會非常漂亮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介紹的天雨洞 超累 真的超累 欸 欸 正 這邊有巧克力 快點 快點 你要不要吃巧克力 好噁心喔 我不要 拿巧克力 趕快吃 好熱耶 看這猴子在腦癢癢 我覺得怕怕 叫三小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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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啊 舒服 啊 舒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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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